我們把時間推回到2006年的4月11號 地點是在新北市汐止汐萬路的一處社區 下午4點20分 突然有鄰居來通報警衛 說有一戶人家傳出了陣陣的瓦斯味 而且一整天都沒看到這戶人家出門 他們趕緊報警 消防隊破門而入 卻發現母女三人在各自的房間裡 失去了呼吸心跳 除了是發現了女主人 管區的和葬儀社上去拉封鎖線 結果才在小孩子房裡面上架鋪 各發現了一個女孩子小女生 難道是母親狠心帶著兩個女兒共赴黃泉嗎 雖然現場沒有留下遺書 但左林右社都知道 這家三口狀況非常不好 夫妻吵架她分居 分居二兩好幾個月 先生都不管她了 所以她經濟上也有困難 那樣的女婿第一時間下跪懺悔 但一切早已晚不回 死者父親情緒激動 一度要動手打這個下跪的女婿 因為兩夫妻正在打離婚官司 而沒有經濟能力的太太 最後連贍養費都退讓不要 認為就是這件事情壓垮了女兒 不幸喪生的是36歲的母親蔡婷佑 以及12歲還有9歲的小姐妹 兩姐妹的日記十分早熟 努力隱藏著情緒與血淚 因為爸爸媽媽離婚的主要原因 是爸爸在外頭有小三 最後竟選擇拋家妻子 36歲的婦人蔡婷佑 一年多來丈夫吵著要離婚 生活過得真的很不如意 她全是在主臥室 兩個女兒躺在隔壁房間的上下鋪 蓋著棉被都已經氣絕身亡 大門從裡頭反鎖著 門窗緊閉 沒有被外力侵入的跡象 現場濃濃的瓦斯衛 加上連細縫都塞了毛巾 這個母親似乎死意堅決 最後警方想以親身結案 卻得到蔡婷佑的父母反對 比如是女兒頭妻的那一天 家裡發生了難以解釋的靈異現象 還曾三次脫眉告訴兩老 他們不是親身 我把他綁織的繩子 他把他綁織的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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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繩子 因為他下面有個盾 你只要往下放一個 他都踩到兩邊就好 他把他綁織的繩子就很好笑 他用這個 他把他把他把他走翻口 他把他走翻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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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樣的理由 沒有任何證據支持 丈夫會是兇手 就這樣這起親身案 靜靜的躺在檢察官的辦公室裡 這件親身案原本應該就這樣結束了 直到兩年後 陳曼檢察官調動 新的檢察官林洪松來接手 沒想到到直的第一天 辦公室就出現了神秘的香味 一百多個卷種裡面 他就一直聞到那個精油的味道 淡淡的茉莉香味 然後 讓他從一百多個卷種裡面 抽出了這一卷種 林洪松打開這卷種一看 發現這案情太不單純了 而且一份法醫研究所的關鍵報告 說莫無尼三人的血液裡 竟然有瓦斯桶成分裡沒有的乙米反應 而且三人的口鼻都有遭到壓迫 導致的瘀青傷痕 很明顯三人是先被迷婚 再吸入瓦斯中毒死亡 根本就是一起加工輕生案 而且還是密室殺人 檢警決定重回命安公寓 重啟調查 報告裡面有提到說 這個東西是扣上的 當初那個蝦黃隊 處理的嚴謹來 他有確定是有扣上的 這個門不斷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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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較接近 你我也是在找嗎 那我射 那我射 現在的懷疑就是說 他做完之後 就是背回家去 能夠如此熟悉蔡家的作息 以及居住環境 顯然是預謀殺人 丈夫張鶴鶴的嫌疑越來越深 只是他在案發後兩個月 會立刻跑到大陸去工作 這時想起來 明顯就是要躲避警方偵查 於是警方決定設下一局 請君入望 你怎麼下得了手啊 接過一下 接過一下 你有殺害你妻女嗎 原來是檢警 請保險公司聯絡她 說你趕快回台灣 處理妻子的 三百萬保險理賠 也許是時間久了 張鶴鶴早就鬆懈 立刻就答應 沒想到一回台灣 就遭警方逮捕 此刻的張鶴鶴還是不承認 要警方拿出證據 刑事局專 小組決定分開著手 副組長魏龍福 偵訊蘇玉珍 李昂吉負責張鶴鶴 她播放大悲咒 拿出兩個女兒的照片 讓她真實面對 那份對女兒的不捨 張鶴鶴心防潰堤 放聲痛哭 我曾經問了一句話 我說 你今天坐在這邊 你要我把你當人 當畜生 還是當魔鬼 她哭了很久 她告訴我 我是被魔鬼操縱的畜生 我心裡面是很感慨的 一個有正常家庭的男人 竟然為了一個外遇對象 痛下毒手 殺死她的妻子女兒 過27小時的偵訊 張鶴鶴最後是俯首認罪 而她的婚外情女友蘇玉珍 也同時被警方 居體到案 意外發生後死者丈夫 從事廚具工程的張姓男子 不斷要求警方 趕快以意外死亡來結案 讓檢方懷疑案情不單純 母旅三人投保意外險 一共四百多萬元 受益人正是死者丈夫 兩年後的六月二十號 她點頭承認自己就是兇手 2008年六月二十三號 檢警決定帶著張鶴鶴 重返命案現場犯罪模擬 而她再一次直接面對 親手殺害的七小三人 掛到這裡 掛到這裡之後 然後 你怎麼會這樣揹 然後 在這裡就揹 揹一個揹揹走 一張毛巾 這是一張毛巾 喔喔 在那邊做巾毛巾 然後出來 然後 然後 沸淋太太的房間 在這裡看著 在這裡 在這裡 用衣米 衣米 她睡這間 她已經睡了 她已經睡了 她就直接揹進去 她就直接揹進去 這份米之後 妳還要走出來 走出來 走到這裡 喔 妳兩個小孩 在 面前 先來剪皮 對 我先剪皮 我先剪皮 妳的保温妳有鬧嗎 這個 妳的保温妳沒有用移米 明明驗室報告 都已經確認 兩個女兒的血液裡 都有乙米反應 張赫霖卻不敢承認 其實另外有一個人 知道她親手殺了女兒 就是蘇玉珍 但她怎麼知道的呢 真相令檢警倒抽一口氣 原來張赫霖在犯案時 竟帶著免辭聽筒 全程實況轉播殺人過程 當時蘇玉珍也講說 她有聽到這個 差點又掙扎的聲音 她有跟她女兒講說 爸爸對不起 蘇玉珍是說 她有跟她喊說 妳不要 妳不可以殺女兒 妳不要殺女兒 張赫霖是回說 那我 我不這麼做 那以後他們要怎麼辦 張赫霖很信用乙米 迷魂自己的妻女 在開瓦斯固步移鎮 原本曾經一間 扛下殺案罪的她 至少經過刑罪的偵訊 加上情婦蘇玉珍 二度策謊沒過 因此 公眾所有殺案細節 都是由情婦蘇玉珍所策劃 究竟張赫霖跟蘇玉珍 是有什麼樣的奸情 竟然要共謀殺人呢 原來張赫霖跟蘇玉珍的丈夫 都是做廚具封管的工作夥伴 兩人剛好都住在同一個社區 張赫霖經常跑到他們家裡 去打麻將 就這樣跟蘇玉珍 從排友變成了優惠對象 而這件事情 最後被張赫霖的妻子 蔡婷又發現 竟然因此種下了殺雞 有逼張赫霖說 你如果不把她做掉的話 叫她不要再找她 婚外情被揭發後 蘇玉珍跟丈夫也開始鬧離婚 是蘇玉珍牽線遠赴屏東買乙民 還找來了老鼠放進電鍋裡測試效用 等到一切犯案工具都準備好後 張赫霖卻遲遲不肯動手 在案發的前一天蘇玉珍嗆她 東西都準備好了 為什麼還不下手 如果你再不行動 我就要跟你分手 最後張赫霖被擊到 決定隔一天就實施殺人計劃 因為外遇而和被告張赫霖 共同殺害被害人 並且一再催促張赫霖下手 設有共同殺人的犯行 兩個人被以殺人罪起訴 張赫霖一路到庚寺審 被判了六次死刑 但沒想到庚寺審的時候 竟然逆轉逃死 理由竟然是 她殺害兩個女兒 是在計劃之外 不是預謀殺人 張赫霖因此 有教化可能 真的要被判了 我怎麼不判了 都每次去判你 杜一珍呢 最後她轉成污點證人 獲得減刑 只被判刑十年 已經假釋出獄 只是她在大陸期間 也劈腿了四個男人 最後張赫霖得知是後悔不已 犧牲親女的代價 竟是換來一次又一次的背叛 最後能順利偵破 是蔡庭佑在冥冥之中引導 還是檢察官跟警方 努力不懈才做到的呢 我相信兩者可能都有一些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歡迎有想法的小伙伴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是老Z 我們下集見 那根本節目 照片 向伍母 約幾個月 最喜歡的 總得 很正式 小伙伴 報告 就是